犹大书 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 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 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又如索多玛 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 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 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火的刑罚 作为见解 这些做梦的人 也向他们污秽身体 轻慢主治的 毁谤在宗位的 天使长米加勒 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 只说 主责备你吧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 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他们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惜上 与你们同吃的时候 正是礁石 他们做牧人 只知喂养自己 无所惧怕 是没有雨的云菜 背风飘荡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死而又死 连根被拔出来 是海里的狂浪 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 是流荡的星 有漠黑的幽暗 为他们永远存留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钱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钱的事 又证实不敬钱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刚毙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 谄媚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 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计较的人 随从自己不敬钱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暇无私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 能力全秉 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 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祝你 阿们 晚安 好 你 好